中文大學前校長金耀基早前與傳媒查罪 提及立法會審議中文大學的校董會改革方案 他認為不應該以政治方式干預中大 有份提出修例的立法會議員兼中大校董鄧家彪又有什麼回應呢? 當我們在去年年尾提出我們會有這個行動 也公佈了我們的主要內容的時候 其實我們促成了校董會有第三次的專責小組 所以其實我們做得很充分 整個校董會一直以來都是支持或者配合這種做法 當教育會的秘書長鄧特康教授在7月份的立法會 他都這麼說 審視全港大學的管治改革 唯獨中大沒有跟進 這個是實情 那耀基教授認為外界追擊中大 對香港的國際形象不好 我們又聽一下鄧家彪怎樣分析 中文大學是一個接受公帑巨額資助的公共機構 參照其他公共機構的最高管治架構 其實真的沒有可能會出現瘦身的管理層 會多過所謂獨立的董事、獨立的委員 唯獨中大除外 我們過去可能一直採取信任的制度 可能校方他是大公無私 他是高尖遠足 我們信任你 所以我們只是給意見 但當我們發現情況不理想的時候 其實就真的更加說明了為什麼不得不改革 對於金耀基教授 提出段崇志批評警察已經是事過境遷 應該給他過去 鄧家彪有什麼看法呢 大家關心中大的新聞其實都不是2019年 2022年尾善改校徽的事件 最近看到一些管治上作風的問題 所以我也很希望過去一些不愉快的事 就試過境遷 但是似乎一些不理想的狀況是持續出現 這個更加印證到為什麼要進行管治架構的改革 本集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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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集團